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买屋和溢价 还有平均地权的条例 当然我还不打算讲平均地权 我们请这个专家来讲 因为有些人期待 平均地权会对房价造成的压抑 那么你可以买到房价相对便宜的理想房屋 那么很多人也表示 如果你急着买房 因为平均地权条例应该是7月 如果你在现在你需要刚需房的话 那你可以从蛋黄区 或生活机能强的蛋白区挑房 这些东西还是会相对保值和抗跌 其实在我看起来非常简单 就是你自住房跌不跌 如果你自己住在那 你也别太关心 当然你想买的便宜 现在也不是一个不好杀价 你怎么杀价呢 最近我的朋友运用这一点都成功 就是利息越来越高了 买房子越来越困难了 平均地权条例要出来了 人口又在老化了 你怎么这个价格你还坚持不卖呢 这就是目前你很好杀价的地方 可是你挑东西也要挑可以抗跌 什么东西可以抗跌呢 大概以我对房地产观察很简单 只要那个东西不管那房有多烂 只要你买在相对的 就是你觉得买的便宜 然后呢 如果你创造实价登陆最高价 那我就没办法了 现在在追价就有点傻 那么你要去买它的重要一点是 你住在这个地方有就业机会 不要说有一个地方离真正的就业区 要花一个半小时时间 我真不知道你买那干嘛 因为需求的人就少了 每个人都是想钱多事少离家境的不是吗 离家境这一点还是挺重要 那我们有时候会用 就是用时间来换取比较大的空间 但是拜托 你也不要用太多的时间来换太大的空间 因为多出来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好 那么商业周刊呢 有教你减便宜又避风险的买屋对策 我也觉得挺对的 因为我最近有跟仲介业的谈 他们说很多本来很强硬的 除非那十股不化 因为人类的心里是有避走自争概念 就是我的东西最好 我觉得不能降价 就算同一个社区 我家装潢还是比他家好 可是如果你这样 你的房子就会卖不掉 那如果现在有溢价空间的话 那你看实价登录 当然你不能把十年前的找出来看 你可以去看五年的均价 因为现在房地产可能面临到多种的问题 所以呢 你可以找销售较慢的区域 用谈判时间换取溢价空间 甚至可以杀价十趴 其实十趴他算是客气的 我知道啊 我的朋友买商铺啊 杀价二十趴的也有 那个答案就是看 因为变数不一样 看这个卖房的人需不需要钱 如果他需要钱 他没有办法等 或者是什么样状况你是最容易杀 这个人他已经换新房了 就是他换了新的房 他需要这笔钱去补他的款项 那么他就会选择 别坚持了 把旧屋卖出去 所以你真的不要去害怕 但只有要害怕的是 的确了 他不会再回到十年前 没有任何东西是会走倒退的 不要做这种美梦 但是杀个一成 杀个十五趴 那总是可以吧 所以不管 就是有的时候叫爱到比较惨死 很多人为什么会买到高价 因为你被你的所爱所迷惑 如果你的range很宽 就是只要这栋大楼 庄房丑一点我也接受 面相差一点也还可以 那么你就比较容易 谈到你自住房的空间 房市热的时候 住客常常先看房 出卧旋经 等到要买屋 才找银行来贷款 不过呢 房市变冷 这里有一个idea还不错 买房程序要改变 什么要改变呢 先看那个房子 还有附近实价登陆的行情 然后你就先找银行 就不用急着谈定 你在出卧旋的时候 就要谈定了 就是你对这个 银行对这个房子的 见价多少 贷款利率和陈述 又是多少呢 那这样子就不容易说 买了房贷款下不来 不过看起来我们现在的贷款利率 也还是全世界最低的 我前不久 曾经犯了一个 对我而言是蛮低级的错误 也就是我竟然有借美金 我自己没看见 我的公司在某一个国家借的美金 借的蛮大概也不是很多啦 但是我就借的很不甘愿 为什么 因为借美金利息高达6%呀 现在可能还会再涨 那请问一个公司要赚到6%净利容易吗 没有 我竟然借了这个美金 其实我之前在国外的运作 常常都是借日币的 然后换美金 因为日币的利息就是1%到现在也还是嘛 我们的利息现在大概也只比日本高一些了 那可是那时候因为换了一个窗口 他不知道我的习惯 我自己也忙 于是呢 就借了美金 借了一年 你知道借一年呢 20万美金 我付了多少钱吗 你算就知道了 我大概付了40万台 就是20万美金大概是600万 我付了将近40几万的利息 我心里好痛 因为巴菲的股票在今年还没有赚那么多 所以但是这个也还好啦 因为我还要告诉您 我这次就遇到一个上海的朋友 他就是因为做汇率的避险 他的财务自作聪明 那个避险有时候 有一种叫accumulator式的 这以后再解释 就是Ikea you later 就慢慢杀死你 然后他为了做汇率避险 他是做澳币的嘛 但澳币上冲下洗 他刚好买了某种衍生性的金融的起货 他把他十几年来创业 赚了几亿人民币 就这样子一细赔光 真的哭都没有声音 所以金融商品其实你要买的时候 不要去算你能赚多少钱 拜托 尤其是期货 你先算最极端状况 你会赔多少钱 这才是真正的不败之道 好的 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房子 可能杀价的空间很大 那你如果想要看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商业周刊 可是最重要的是 其实你到底需不需要他 你如果自己要住 那你又是一个很挑剔的人 你大概也就杀不下来 因为你的范围就被定在那里了 好 我们等一下就进行今天的节目 买房真是一个很大的台湾人 关心的课题 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了北海道大使温世凯 不过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济州岛 济州岛你该不会也是大使 济州岛没有 但是我算是韩国专家之一 应该会讲说 我们早期介入这个旅游的时间早 所以说我们在很早的时候 就开始到各地去玩 那时候所带回来的资讯 对很多人来讲 或是观光局他会认为说 我们在做的东西 第一个做评量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们也把台湾的习惯带给 让他们知道做参考 再来一件事 把他们的东西带回来 做介绍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比较是属于就是 让大家知道 他们发生些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很喜欢跟我们在做合作 或是常常会邀请我去 你来帮我们看看 你觉得这个景点好不好 这样子 你知道我有飞多少次济州岛吗 我可以跟你讲 最少飞了12次 而且是在2005年左右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时在北京做一个节目 结果呢 就台湾到北京当时没有直飞 停哪个点呢 是最快的 答案就是济州岛 所以我从来没有下去过 真的假的 真的 因为就是去工作就赶快回来嘛 好 结果呢 我后来发现了 其实韩国很好玩 因为我对日本很熟悉 我有公司在那 但是我第一次去首尔 是去那个市中心的某个大学读书 叫做梨花吗 女子 女子大学 还是宏大 不是有一个宏大 宏大 结果去读了七天 就是跟中欧学院的课 这付的钱真的也很贵 可是我就觉得那学校很棒 而且我觉得说话好好玩 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 而且呢 我跟你讲 韩国厉害的地方就是说 它一直在改变 它就要让你说 我不是来一次 我就是每年要回来 你知道它的 像日本的地铁 我还觉得已经够复杂 我韩国的地铁吓死人 它那个站啊 而且因为我一个韩文也不会看 于是我就拿着中文地图 跟韩文地图 在那里看那些圈圈叉叉 就是我要到哪一站 现在有个好处就是 它现在很多的规划用数字 它告诉你就看一线 A3 A13 或者是你在哪一个站 那个站也有数字 所以你要从哪一站下车 就OK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季州道 我是真的没去过 但是机场我去过很多次 最近的两个剧 有没有像肥肠律师啊 还有什么蓝调时光啊 对 我跟你讲 这超棒的 我跟你讲 因为呢 我会建议大家现在去 季州岛的一个原因点 是因为班机现在多 而且呢 现在有吗 疫情之后 台湾虎航现在开行了 开行的就是我们台湾 自己的这个虎航 然后呢直飞 八十几分钟你就到了 所以你看第一个 但我要去干嘛 而且也是看追剧嘛 我们先讲 如果你喜欢剧的人 对对 他有几个景点 那几个景点 你就一定要去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喜欢剧的人 他当时这种 他本身的一个人气景点 都非常值得 因为那些都叫做网红景点 随便拍都随便好 而且你每一个地方去的 你只要给年轻人一看 他都可以告诉你 这个点在哪里 为什么呢 很多的韩国综艺节目 都会去那边取景 那这个时候呢 年轻的世代 例如说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这个世代 他们对这些东西都很熟悉 再来一点 我跟你讲 我这是去的 他们疫情期间 他们不是停滞 他们也在建设 他们跟日本的Snoopy合作 他们做了一个叫Snoopy Garden 你知道那Snoopy Garden 全新的好大一个 请问去那儿干嘛 看Snoopy吗 看他躺在屋顶上吗 就是他有趣的地方 我就很压抑他的规划 他有分室内馆跟室外 他的非常大 你一定要 我跟你讲 玩一个下午你玩不玩 为什么呢 他让你第一件事 你一进去的时候 他把所有的Snoopy放成等身大 也就是说 我们人好像走进去的四格漫画的概念 以前看到的Snoopy都小小一个 因为他是漫画嘛 可是当他变成你的等身大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说 哎呦 我好像就在里面 然后他里面会有很多的桥段 都是漫画桥段的时候 你就变成里面的主人翁一样 第二件事情 他的拍照很好拍 因为他就会诱导你去 你就觉得你跟他有互动 然后他还有3D的 就是那些影片让你去看 除此之外 他的户外非常的大 他那个户外大到就是说 像现在我们韩国这个 我们冀州知名的几个景点 他小缩眼 他也把他弄进来 甚至我们Snoopy里面 跟他的朋友们会去打棒球 他就弄了一个棒球场 然后Snoopy在那边 跟他的朋友那边打棒球 那你也可以去跟他借位拍照 还有我们到了冬天以后 秋冬的时候 冀州岛最有名的 这个叫做盲花 因为他们喜欢那种 萧色的那种感觉 他也弄了一块的盲花地在那边 所以你直接去那边 也可以拍盲花 所以他可以随时满足各式各样的人 你知道吗 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个大家最爱的 那个叫做礼品店 就是买Snoopy的一些周边产品 他的二楼还有一个咖啡馆 他的咖啡馆里面 你去喝他的拿铁 上面印的是Snoopy的图案 然后还没结束 他的那个蛋糕 还有他连他的那个Snoopy 喜欢吃花生 他连他的马卡龙都做成Snoopy的花生 这马卡龙 所以他整套下来的话 Snoopy庭圆 对 让我们回复我们的童年 对 两万品 真的超大 而且是刚开幕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刚刚讲过说 他有很多的特色 是跟我们的这些电视节目所结合的 那因为我之前呢 我很喜欢看这个 我们叫做韩剧的综艺节目 是实境节目 那其中有一个实境节目叫做Coffee Friend 也就是说他们有三个明星 他们去冀州岛的一个橘子园 开了一家咖啡馆 然后卖食物 然后呢 这个一般的这些观众进来以后 就喝明星冲的咖啡 跟他做的一些甜点 然后在橘子园里面去 我们现在好像也在模仿这个 对不对 对 我们就学他们 结果你知道吗 冀州岛 我这一次去冀州岛 他就弄出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我就去 我就去报名的参加这个叫做做橘子派的一个体验 然后去到那一边 然后他就先带你到橘子园里面去采橘子 然后帮你准备好道具 例如说竹篮草帽 让你直接就可以拍照 拍完照以后呢 回到我们的这个 他的那个厨房 他厨房很大 是很大 像是一个像仓库改编的 就很时尚 他就有影片放在你的前面 你就直接把东西都弄好 你就跟着影片做 马上 也不用人交了 我根本不用 因为只要材料帮你准备好 对 完全准备好 然后你会觉得你很厉害 因为什么 我做的是橘子派 橘子是刚刚我自己采来的 然后这个派是我亲手做的 我觉得这一套package不错 而且你也知道我们要干嘛 我们就只是想要拍照给人家 看说我还不错 对 我跟你讲 他不只是这样 他告诉你说 你可以做的很好吃 他真的可以吃 然后不只这样 刚刚讲说拍照这件事情 这是我最压抑的 一个人无聊 也不用等别人 然后可以自己看影片 你就自己做 对 就是这样 然后他旁边有一个桌子 叫做派的桌子 就是把所有的摆放好 你只要把你的派放在中间 你拍起来就是一个 好像是我们的这个 外面的甜点店的那些照片一样 你就觉得满足感很强烈 然后外面就是咖啡店 咖啡馆呢 你就可以带你做好的派 去那边点一杯咖啡 吃自己的派 然后就很满足这样 就觉得我好厉害 有没有 好棒的体验 原来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在设计说 就算你一个人 什么鬼语文也不知道 你就是看图 你也可以旅游 对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因为我们飞冀州岛 就只要一百分钟 对 好 刚刚温世凯介绍了 冀州岛的那个 史努比的庭园 还有那个橘子的课程 对 DIY做橘子派的课程 所以现在其实韩国人在推冀州岛很明显 比如非常律师 燃掉时光 都好冀州 可是你看他有两个不同的主轴 非常律师他强调的是什么 他强调的是冀州岛是韩国人最爱的度假胜地 因为它是一个岛离开了本土 而且他有好吃的那个什么面 你看我对那个面印象很深刻 因为那个是主轴 而且冀州岛还有一个 应该说还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黑毛猪肉好吃 它的那个烤肉真的 因为黑毛猪的厉害的地方是 它没有那个猪腥味 再来一点 它的海鲜 你每天吃的海鲜 我都用海鲜山来形容它 它的那个新鲜的 全部那些海鲜锅 它就堆成山一样 你看到的干贝啦 鱿鱼啦 任何的鲍鱼 我跟你讲还会动 因为它是活生生的 你看来吊时光 那个女生啊 有没有 女老板他就是因为 做海产批发自负的啊 对你看他卖什么 他卖白带鱼对不对 我这次就去了一家店 白带鱼实在不是好吃的 可是我跟你讲 戴佑姐你一定要去吃 真的吗 跟我们这个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去了冀州岛才发现 对他们来讲 鲍鱼叫做平民口味 每天吃吃到腻 吃到你厌食 好烦哦 好烦 对你要吃酱鲍鱼 你要吃烤鲍鱼 你要吃那个新鲜的鲍鱼 刹西米都OK 但是白带鱼对他们来讲是高级食品 而且它的白带鱼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以往吃白带鱼都是剪成一块一块块状了嘛 要嘛是煎 要嘛是煮汤给你吃 它不是 它一整条 它告诉你 看起来有点恶心 有些人会怕 可是它就是要强调是说 它来的时候它是一整条 而且它特别强调一件事 我的鱼是一根一根挂钩钓上来的 所以它把鱼钩放进你的嘴巴 前面你还可以看得到 这太原始了 对 可是呢 厉害的就来了 它烤好了以后 它那连盘子都是特别做的长盘 整条上来 它旁边就铺满了很多他们的小菜呀 对对 搞得像是鳗鱼啊 对 所以你整个从上面往下拍照的时候 就觉得哇好丰富好漂亮 而且呢 他们厉害的是 他有桌边服务 然后那个老板来了以后 对对 问你说拍完照了没 拍完照以后 他就开始呢 就把你的肉上面一层的肉 先把你给弄好剥开 然后放在你的盘子里面去 再把它的那中间的一条骨头 很有技巧 整个挑开以后 下面的一层肉 还是完好无出的放在下面 给你这样讲 我都觉得我好像在吃石斑鱼 真的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去吃 而且吃的口感不同 而且他们那边是温带气候 对 所以比较冷的话 就是因为白带鱼它通常都是在那种浅滩混 对不对 所以那个质感 就是可能会有点土味 结果它没有 完全没有 然后刚刚讲过说 它给你吃的是烤的 然后呢 还有这煮的是泡菜汤的 还有一件事 它给你吃白带鱼 生鱼片 天哪 通常在温带白带鱼是热带白带鱼不能吃撒西米 一般来讲是这样 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 极速冷冻 这一点很重要 杀菌 答对了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如果你要吃撒西米 你一定要吃极速冷冻过的 不然会很惨 答对了 这就是本人在下不随便吃撒西米的原因 我也是 如果那个地方很热的话 我是不吃撒西米 而且要有文化 你没有文化的人 他不懂这一块 因为它的渔船 吃了很多干西虫 它的渔船一上来 必须要有那个器具 那个冷冻器具 所以它马上进冷冻器 在里面就进去了 直接 对 这是最快 而且鱼肉一定要冷冻完了以后 当它回温了以后 那个鱼肉的弹性才会出现 所以这个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件事 所以你来到这边 我跟你讲 你吃到 哇 那个白带鱼 那不得了 我刚刚讲说 那个叫做什么 海鲜锅啊 那真是海鲜山来的 然后四个人 他就一整锅给你 吃到你想吐 吃完了 还没结束哦 你要吃拉面 你要吃泡面 最后甚至你要把它汤来煮粥 都OK 所以一锅多吃啊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都 而且他都很清楚知道说 你们都要先拍照 他欢迎你拍 为什么 他知道 你就会上传 就会打卡 就帮他们做宣传 现在就是网红经济嘛 全部集中 我觉得韩国这一块 他做得很厉害 你看我们刚刚讲说 第一个新的景点 第二个在吃 吃的这些东西都带到跟刚刚的非常律师 还有跟那个蓝带时光 那个是结合在一起 他强调的这个叫做什么 在地风情 而且他们还都会分配耶 蓝带时光是搞海鲜的 然后非常律师是搞这个有一点像那个CT tour或知名拉面店 因为这个是城市人来到这边的故事 那跟那个我们的那个蓝带时光 它是在地人的人情故事是不一样的 我对那棵树很感兴趣 它真的那个是知名经典吗 非常律师 我只能说有很多树很漂亮 但是 没有特别那棵树 没有特别那棵树 那棵树是因为聚的关系 你会被带入 你情绪会被它带入 我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去看那棵树 就跟我们之前不是去美银的时候 同样的道理 美银有五棵树 因为那个日本的那个知名团体拍了广告 然后大家只是为了 跟清晨五数一样嘛 对对对 就是这个概念 其实很多美丽的东西 你不要忽略 没错没错 然后这个呢就是 我觉得刚从两个面向来看的话 你就发现到这个 我们的记者岛非常的不一样 而且一直在创新 重点在创新 它不是停滞 这是我觉得最压抑的地方 而且我知道它也有非常好的五星级旅馆 对不对 讲到这个 我记得我看你的脸书 有看到非常漂亮的旅馆 一定要介绍 好等一下再来介绍 好听温世凯介绍旅行是一种享受 你都会觉得好想去 因为它的声音会点燃你的热情 来那么饭店 激州岛 我知道我当时去 比如说05年的时候啊 那时候激州岛也没什么好饭店 因为现在很多 确实 而且呢 前一阵子流行的是民宿 因为呢这个年轻人嘛 那民宿比较喜欢 但是呢在疫情期间 那个非常律师就住民宿 对 确实 所以我刚才没讲说 因为他们喜欢 他们叫做度假圣地 所以以他们国内观光客来讲话 他也喜欢住的是所谓的民宿 但是这一次我去住的不一样 这个五星级大饭店呢很厉害 因为它是在疫情期间开的 才开了一年而已 这是Grand Hyatt军月 全亚洲最大的军月 最大的原因点在哪里 第一个 房间数非常大 更重要的是 它的房间本身很大 就是在这里 对不对 对 而且呢 而且还可以看到 它是整个落地窗 可以看到整个集中房的view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最压抑的时候 一般是你住总统套房 一般房 我告诉 不好意思 它的总统套房 不是一般人可以住 它是VVIP 必须也没有对外开放 这个就一般房 一般房就可以 你的一般房超大 我觉得因为有些房间 他都拍总统套房来骗我 很多很多是这样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很大 大的原因点 我一进去 我就哇 你看 我大概是全台湾 住过全世界饭店 最多的一个人 连我都会哇 你就知道说 那个感觉 而且你知道 它那个落地窗 整个是 它不是 它那个路线是整扇的 你知道吗 是啊 整面 对 然后你看 它前面的第一个景 是城市景 再往后看一点 就是海景 因为什么 几周岛吗 然后那个天气好的时候 是海连天的蓝色 我要去写稿 我就算在里面也可以 真的 真的 而且 而且我跟你讲 它厉害的地方在哪边 它呢 那家饭店呢 它除了它的 它的那个本身住的地方 它公共设施很多 它公共设施里面 它单是餐厅 有好多的餐厅 然后它的早餐 不得了 它的早餐 它的早餐有四家 我们那时候去 有四家学生 本人在下不喜欢吃自助餐 因为我觉得 我喜欢餐要美美的 所以我一定要一个弄好的这样的感觉 我不喜欢吃东西乱的 因为自助餐一直有个问题 我后来就不管订什么贵的旅馆 我后来没有吃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人 你去的时候 人 通常饭店大 人好多 对 很吵 然后到最后好像满满的都是 但没有一样是能吃的 没错 这是我个人 所以我能不吃 我就不吃 但是我跟你讲 它这一家饭店 它的厉害就是说 它有好几家是叫做个别餐厅 我那时候去吃的时候 我们就在32楼的高楼上面 高楼上面看外面的景致 而且它的餐 它来的时候 它就有四个让我做选择 你知道我第一天选什么 鲍鱼粥 我们一大早吃 那个大碗的鲍鱼粥 上面是三大颗鲍鱼 然后旁边配小菜 你就知道那一碗是 你不要感觉我命不好 而且很饿 戴友姐 第二天你知道我改吃什么吗 吃什么 我改吃 它的海鲜面竟然上来的是 一大只的龙虾 还有旁边的海鲜 是完全是个中风菜 对 就是这样 然后它就让你觉得说 它的早餐很特别 你知道吗 我根本都没有去吃它的自助餐 但是我朋友去吃它的自助餐 他就说 它的自助餐 那量多到吓死人 我们讲吃的是这一块 还有一个公共设施 这个我必须讲 你知道它三楼四楼 它有什么 它有自己的商场 自己的商场不打紧 它的商场 它把它弄得很王美风 很多东西 连出去都 对 也不用出去了 不用不用 然后它弄了一个Dream 就叫你做梦的意思 然后就是一个梦想 那个Dream就很大 像好莱坞的字 那么大一个 你就可以在那边拍照 然后它里面卖的东西 不会比外面贵 因为它的隔壁是E马 然后对面是乐天超市 所以说它的地点好 所以它要跟他们竞争的话 你知道吗 它竞争不过去 它干脆就是价格没有差别很大 重点来了 它里面竟然有一个7-11 饭店里面竟然有7-11 也就是说你不用跑到外面去买东西 就像你只想吃个泡面 做晚餐你也有 戴雯姐 你刚刚讲到泡面这件事 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看到的7-11 第一件事情就是外面一整排 一整排的韩国各式泡面 这样我也可以 真的 然后你知道吗 它还有很多的餐厅 什么甜点店 各式各样的店都有 重点来它的地下室 它有个赌场 那个赌场是韩国人不能进去 只有外国客人才可以进去的 大型赌场来的 所以你想想看 天啊 所有的钱它都要 它都要 而且 原来季中早可以开赌场 对啊 然后所以我才会 跟你讲没有很贵 没有 这个价格 没有 我现在算起来大概是六七千块 我跟你讲没有 所以我才会 我太讶异了 我太 我说你怎么可能这样做 他说第一个 我们在疫情期间刚开幕 所以说我们的房间数又是全 这个季州最大最多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塞满人 所以我们宁可这样 这样就价钱低一些 我们让大家人来满足 你看 你看 我用那个斜程来看 这大概是六千多块台币 然后呢 有六十五平米 我就跟你讲 一般主要四十就已经很大了 我就跟你讲 我那时候很讶异 很讶异 而且他那个泡澡的感觉就很舒服啊 然后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去游泳池 一百三十平米 只要花一万三千块就有了 我要住这个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疯狂越定越大 真的 而且你知道吗 他还有一个 像我住饭店 一定要去游泳池游泳的人 我也是 他的游泳池 你知道吗 而且我还要去健身房 对 他都有 根本就是个饭店消费者 然后呢 他的那个游泳池是在半高层 你知道吗 然后整个突出去 现在冬天它是温水游泳池 你从上面往下看 简直就是从天上人间往下看人间的感觉 我跟讲那种感觉真的太舒服了 而且你也没有要去哪里 反正那岛就在那 就是这样 不过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海女吗 她们不是有那种岛啊 她有 有没有 就是都商店都没有 然后就 而且我知道她有一个新的步道 对不对 有有有 她的 我跟你讲 她好多 她的欧来步道本来就很有名 她旁边有很多的海 那个是海边步道 我们这次也有去 那海边步道现在最有名的是什么 很多咖啡馆 简直是个太恋爱的地方 好 我们待会再聊 原来济州岛已经变得这么好玩 所以早期 你要是一二十年前去 你会觉得说 我去了一个乡下 真的 其实这就是很可怕的地方 就好像我之前 疫情之后 我只出了两次国 那一次就是去东京嘛 就是谈一点事情 然后另外一次是去 马来西亚成品书店演讲 马来西亚也不一样了 全世界都在改变 全世界都改变很多 就我们就比较 因为可能我们一直都 一直都在看着自己的城市 觉得它改变比较少 也许是这样 但是我确实 我很明显的发现到说 全世界的改变 因为我们是在做 也有研究的人 疫情应该是大家变得穷的 可是没有 他们在开发旅行 还有在投资饭店 他们不手软 完全不手软 而且我这次 我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很讶异的 就是你知道 这一次的韩国光光公社 跟济州光光公社 他们做了一件事 让我压抑到 因为呢 是不是疫情期间 他们本来在地的 很多的生意做不下去 你会发现到说 他们去想办法结合 因为济州导师观光导 他们就结合他们来推广 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很流行 去韩国穿韩服来拍照 我这一次我也去了 但是我去了这个 跟一般你去民俗村 韩服拍照完全不一样 老实说你穿的 你也不会穿 随便穿 拍出来照片也怪怪的 我这一次去的 它是整套 一个早上 它呢 它是从 本来是从婚纱照 开始出来 是当地的 因为疫情去那边结婚 拍婚纱照照人少了 他干脆打开来 变成观光客你来拍 先去什么 整套的 他从头发到妆 都帮你set好 如果我要演祖军的话 全部弄好 他要弄好连鞋子 帽子都戴好 戴好以后 他带你到两个场景 第一个到他们那边 最有名的海岸边 海岸边 你直接在那边拍的时候 他有专业摄影师帮你拍 而且告诉你 这个动作怎么摆 就跟拍婚纱照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 而且他的衣服是最新的 质感很好 然后再带你到度假村里面去 拍到两个风情回来以后 我跟你讲 他直接帮你把照片后制完了以后 再上传在他的云端给你 我跟你讲 你拿到的那个不是随便乱拍的 是专人拍 你就看到 像电影海报一样 你就觉得在演韩剧了 没错 那这样要花多少钱啊 我跟你讲 他就告诉我们说 每个人的价钱不同 你们直接到跟他们联络 我叫他们的观光局厉害在这一点 你说他不要同胞 他要告诉你 我要还 就是让我的 我在地的人去赚这笔钱 所以你可以去做选择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晚上去参加 另外一个类似网美行程 可是这个网美行程是 他帮你圆网美的梦 第一个 刚刚的这个 韩服已经是了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晚上的那个行程更有趣 它是在汉拿山的下面的森林 他去森林里面去布置了很多的那个灯 然后呢 晚上叫你去 他说我帮你拍 他前一个小时帮你拍 拍什么东西 拍的就是说 他叫我站在一个树杆上面 手伸起来 他让我拿着一个白色的灯笼 我不晓得 结果你知道 那一天晚上我拿到的照片 那个灯笼变成了月亮 就变成是我是德鲁纳 这个饭店的那个剧照的感觉 然后呢 第二个我拍的另外一个照片是什么 我在我以为在大树的前面 下面地上都是那个小串的灯笼 我手上拿着一个油灯 然后我看着远方 拿起来拍就是那个书的 超有时代 对就是这样 然后下面的半小时 你知道他做什么事 他说如果你喜欢拍照 对不对 你带你的摄影相机来 我教你拍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还可以学摄影 答对 然后呢 观光局只是告诉你说 我们建议有这样 我们帮你令起来 你们自己直接跟他谈 然后我才想到说 哇 所以谈是多少 我突然来了像婚纱照一样 收十万 他会先跟你讲好 他会先跟你讲好 因为 因为婚纱照 因为婚纱照的价钱 因为他要拍的越多 对 价钱越多 他取决在于你选的照片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好处是什么 他就跟我讲 他说 他说 那我让你知道有这件事情 你先来体验一下 我说可以吗 他说你可以哦 但是呢 我只有一件东西 我没有办法让你调照片 我只有给你几张照片 这个就是 你自己在你的脸书上 PO一下 说有这么一回事就好了 但是你如果要拥有这个照片 或额外再用的话 不好意思 那就要额外收钱了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不过应该也没有多少 因为那个叫举手之劳 他的意思就是 因为他本来是拍婚纱的 可是现在没有婚纱拍的 他就拿来拍这个嘛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的脑筋转得很快 其实很多人会赚钱 像我每次去日本 哪里跑马拉松 我买照片的钱 是不是 大概跟报名费 差不多一半吧 真的 他就知道说 我把你拍好 他一直在拍 反正那你要不要买 你一回事 如果你不买的话 那你网路上 你的身上就印着一排 就是说 意思是你还没买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他这点很聪明 因为他跟我讲说 他们去年开始做 日本人的生意做得很好 日本人后来买的很多 所以对他来讲 他就是个好事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我帮你拍几张 这很漂亮 而且重点是 你看到没 我们在拍的时候 我们po上 网路上每个人都变网红 现在这个世代 是大家都想办法当网红 我觉得他们很酷 因为像欧洲或其他地方 有的还在 有没有 那观光景点 他帮你拍 很多人都不要拍 因为你要拿实体照片 干嘛呢 如果不拿的话 他也要浪费钱 把它印出来 其实现在根本就不用 不用 他就跟你讲说 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要的话 原始党 我再给你 原始党 我再从云端给你 看到没 这些人 他是不是 等于是光局在协助他们 他们当地 他就不会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他的生意 他的事业受到伤害 韩国人一向变化的很快 所以他们是一个 太变服他们了 就是非常可怕的敌人 对于商业帝国而言 所以你看全世界 不得了 现在观光客最多 以前是日本人 再来是大陆人 现在全世界最多观光客的人 是韩国人 去到哪里都是韩国人 而且现在 我刚刚查了一下 如果你去冀州岛的话 你的机票 现在如果去日本经济厂 有时候要选一下 还要花个三四万 现在去冀州岛 不到一万就有了 还有六七千 几千块而已 因为什么 所以现在人很多吗 现在人多 然后进去会等两个小时吗 不用 我们确实要等一下 大概是等了 大概是三十分钟左右 重点是你有没有碰到 其他航班 如果只有你那一班 就很快速 但是如果有其他航班 就要 但是同样的 韩国也是一样 有没有觉得 这就等于台北 去高雄旅行 就这样而已 完全就是啊 完全就是啊 跟高铁的票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饭店好大一些 没错 就是这样 所以我才会说 为什么不去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现在的韩国 我们的免签 也没有免签 没有免签这件事 真的吗 因为他们要做他们要做一个入境许可 所以你还是要在网络上面去申请一个 大概花个几百块的一个申请一个入境许可的那个Q Code 这也是因为疫情 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会慢慢再改变 可是至少现阶段一定要做这件事 一定要提醒大家 好 那如果有空的话再请你来讲 你也是刚刚回来的什么越南县港 越南县港 对啊 因为越南我也有公司 但是也很久没去 但是县港是更久没去 还有哪里 又回来的是哪里 泰国 还有泰国 泰国也变很多 好 谢谢温世凯 谢谢 谢谢 谢谢